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帆课堂 这节课要跟大家共同学习的是作文 很多的家长和同学都这样问小帆 小帆老师 我的作文写出来怎么跟白开水一样 或者跟流水账一样 一点都不美 你看同学都提到了美这个字 其实如果想要你的作文写得吸引人并且得高分 美肯定是一个标准 那作文的美体现在哪呢 肯定首先体现在你语言的文采和美丽上 所以这节课咱们就重点突破语言这一关 那么俯实优美的语句 用一些优美的语句武装自己的作文 尤其咱们到了初二 不像初一 仅仅写继续文就好了 到了初二同学们必须要练习写散文 而散文对于语言的优美程度 要求可要比继续文还要高很多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好好地学习这一讲的讲义 并且要答应出来 因为有很多美丽的语句能够作文的素材积累下来 同时别忘了关注小凡老师的个人主页 每日相约小凡新语 每天小凡老师都会发一些美丽的语言到自己的小凡新语当中 欢迎同学们关注我的主页 并且每日积累 可以每周来翻看 好吗 来准备好的话 一起进入今天的小凡课档 其实任何一种问题 它都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方法 也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 咱们就这么说吧 比如说继续文 其实继续文的语言它有多种多样的 因为它需要综合的运用继续描写 抒情等等等等的这些表达方式 那么继续文你在讲故事的时候 你一定要讲得清楚明白 那么你在情节推进的时候 又要显得生动有趣吸引读者 那你在抒情的时候 又要显得你抒情淋漓尽致充分 让人感觉到你的共鸣 那么你在说理的时候 讲一个故事的道理 又要显得你的话语 非常的有哲理 非常的有内涵 可以说继续文 它的语言是要求这个语言的综合性非常高 切记不要用那种流水账的语言来继续文 我今天早上干什么了 接着干什么了 再干什么了 怎么怎么样 不要把简单的叙事故事 当作是文风的朴实 文风朴实 你也可以在语言上有很多的文章可以做 那么再来像说明文 我们还特别讲过说明文里面的这个语言 它有哪些特点 首先说明文语言必须怎么样 准确 这是说明文语言的一大特点 拿一瓶药 背后有说明书 如果这个说明书不准确 那么不只影响你阅读 反而会影响你什么 去使用这个东西 那么读完之后你并不明白 对不对 那么准确明了是说明文语言的第一要义 在我们阅读理解当中 如果一说到这说明文语言 这句话当中某个词能不能去掉 咱怎么讲的 是不是不能去掉 因为这个词它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对不对 比如说可能这个词在这里 它表示推测 如果一旦把可能这个词去掉了 它就表示绝对了 那么这个词体现了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 而且第二个特点 像老师刚才说的 你拿一说明书 有没有这一万字的说明书 是这么厚的 没有 那么说明文语言 它还想就一个简练 或者说简节 你得短小精悍一样 对吧 你得上来 来我给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东西的用途 我讲了两个小时 大家基本都走了 你还没讲完它的用途呢 是不是 那你看 说明文跟继续文 它的语言风格就不一样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议论文 同学们现在也在七集的 去学习怎么样写议论文 那么老师先告诉大家 议论文的语言 它有什么特点 它一定得是说理性非常强 说理性 你的语言 自语之间必须得透露出你是一个理性思维非常强的 你的逻辑思维 你的分析能力都统统的去应称在你的语言当中 如果你的语言像继续文一样 写的非常的朴素 或者是写的那个情感非常饱满 那么这样并不是最符合一轮文语言的 而它符合什么 它符合继续文 所以你看 你在阅读不同的文体 或者是说你在学习写作不同文体的时候 一定得注意把握 每一种文体 它都有自己语言的独特性 那么咱今天讲的是哪种文体啊 是散文 对不对 散文写作 那么散文写作 可以告诉大家 因为散文呢 它篇幅相对比较小 而且它有一个特点 叫做行散而神不散 就它表面看起来可能段落比较多 每一个段落 它的这个语句比较少 对不对 那么散文由于它的这个抒情性 它的舒缓性 片段性 它对语言的要求就非常高 它对语言的要求要强于前三种问题 这种要求是什么呢 是要优美 流畅 读起来让人觉得舒服 就像一股清泉 从你的嘴尖进入 流到你的体内一样 那种感觉 炎热的夏天 你喝一杯温水 或者是喝一杯烧凉的水 不要太凉啊 对胃不好 稍微凉一点的水 你会觉得 一种释放的感觉 那么好的散文 就像我们喝的一红清泉一样 一定要让人家觉得身心放松 身心舒适 那么咱们看啊 在写散文的时候 你一定要做的就是推敲字句 讲究语言的优美 如果你不讲究语言的优美 流畅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说 你的散文已经有一半失败了 因为人们读完 可能就是觉得像一篇继续文 写的那样朴素 写的都是一件一件事 对不对 那么这时候你就失去了散文 这种文体的特性 那么如果你一篇散文写好了 会像什么呢 少一点这个 散文它有点像诗歌 刚刚开始练习写散文的同学啊 你可以先读一读那些诗歌 或者是散文诗 读起来这些啊 觉得朗朗上口 异扬顿挫 节奏鲜明 读起来一气呵成啊 书情充分 那么这个过程是培养你自己的语言天分 你的阅读能力 以及你的写作能力啊 建议大家先从读入手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 高尔基曾经说过 这个语言呢是什么 是文学的第一要义 或者叫第一要素 任何一种文学作品 你拿过来 是不是都是对着文本来读 然后分析 然后理解 最后再表达自己的情绪 那么你看 在这个过程当中 咱们直接接触的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语言 文字 对不对 有些书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插图 去帮助你丰富这个情节 但大部分书籍里面都是赤裸裸的文字 对吧一个字一个字方块字 那么这些方块字组合在一起 如果想要达到一种让人觉得优美 释放心旷神移的效果 那么这里面的艺术是非常巧妙的 那优美的语言呢 它又有多种多样 好多人觉得小文 我就是写的特别拽 我用很多那个长文句子 用很多修辞手法 然后用很多你都看看也看不懂的词 我就赢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想呀 甲骨文艺篇文章放在那 你觉得它优美吗 不优美 为什么读不懂啊 我都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怎么可能觉得你说的这事美呢 对不对 就像就告诉你一个人 说这刘德华 在任何人都没见过刘德华的时候 谁能说这人老帅了 对吧 他没有一个形象的认识 他没有一个最基本的这个轮廓在你的脑海里 那么优美的语言呢 其实是多种多样的 有的可以文字非常的朴素 但是怎样 他简洁 他精炼 他有力量 你读完就像垂胸顿足的感觉 他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击打你的心脏 那么另外还有 你可以使用华丽的词枣 写的非常优美 那这要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 你本身的文学素养必须非常高 一些华丽的词枣 你能够运用得当天马行空 你能够在非常恰当的地方 引用一些诗句 引用一些诗篇 那么这个时候也可以增加你语言的华丽性 但是在种种风格的基础是什么呢 它的基础就是内容一定要充实正确 如果你言之无误 只是华丽词枣的堆砌 那么这篇散文 它就是属于一篇言之无误的散文 即使语言看起来很优美 读完之后 也不会对人的心灵造成冲击 也不会引起人们情感的共鸣 就是说白了 你说这菜怎么怎么好吃 我吃了之后觉得没味 那我也觉得这道菜是不好吃的菜 对不对 那么淡庄浓膜总相宜 应该是淡庄浓膜 淡庄浓膜总相宜 那么淡庄浓膜总相宜 原来是说什么 说西湖的美景 无论你是淡庄的西湖 就是晴天的西湖看起来 还是华丽的西湖看起来 它的美景都是让人心旷神移 让人愉悦的 是不是 那么你的文字也应该是这样 无论是朴素的还是华丽的 那么它们综合起来都让人觉得是美的 好了 那接下来咱就来一起看一看啊 优美的散文语言有哪几个特点 老师今天就教给大家优美的散文语言的四个特点 咱们先来看第一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四个字 清确和凝联 你看四个字是不是也非常的简念 清确跟凝联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用最恰当 而又尽可能少的语言 去反映客观事实 表达你的感情 并不是说你的语言说的越多 你的情感说的越充分 并不是说你的篇幅越长 你的内容就越丰富 明白吗 其实有些时候大家可以练一练就是500字以内的那种小作文 练一练你在有限字数里面去传达有效内容的这个能力啊 你注意老师说的这个就是有限字数 和什么呢 有效内容 什么意思啊 很多同学写了1800多个字 你会发现其中800个字是重复的 其中800个内容 这800句话都是意思差不多的 只不过是上一句用了比喻的修词 下一句用了女人的修词 然后再下一句把这几种捏在一块用了排比的修词 那这样的散文 他传递的这个内容就是无效的 因为他有大量重叠的内容 那么什么叫有效的内容呢 就是你用的词最恰当 我前后也不重复 也不冲突 但是我又反映了客观事物 又直接的表达了我的思想感情 这种散文叫做有效的散文 那么你传递的内容 传递的信息属于有效的信息 下面 大家看一下散文语言语言的病症诊断啊 大家写散文得了哪些病呢 现在很多月见老师非常的苦恼啊 就是说 我读完他这篇散文 我就觉得 虽然这个高级的词用了不少 但是读着怎么觉得就心里那么不舒服呢 好像就不落底的感觉 这就是同学们为了追求语言的华丽 而生硬的生搬硬套 去堆砌这些华丽的词早 堆砌啥呢 堆砌形容词 堆砌副词 堆砌感叹词 你就发现了一个句子 一个句子都那老长 但是你读读读读完就懵了 读出这个例子啊 英雄的八亿中国人民正以翻天覆地 遗山倒海之势浩浩荡荡 微微舞舞奔涌向前 你读这个啊 遗山倒海之势什么浩浩荡荡 微微舞舞奔涌向前 你说这个浩浩荡荡啊 倒能勉强形容这个中国人民啊 这个气势 微微舞舞一般我们不怎么用这个词哈 一般就是微舞的什么中国人民 或中国人民解放军 是不是 这样是最恰当的形容 那你看 像他这种任意的堆砌 花而不识 看起来啊 好多个词堆砌在一起 但是呢 让人觉得还是言之无误 相当于几个词 说的都是一个意思 描绘的都是一幅图景 就像你照相 咱照相是不是 这个景 咔嚓 照完差不多了 咱们换一个景 对吧 再照这边 你就会发现这三张图片会有大部分的内容都是相似的 是不是 那么为了避免这个毛病呢 咱们就首先在写散文的时候 注意在语言表现内容上啊 一定要做到精确和凝练 用品量少的 但是最恰当的词语和句子来表现你的内容 表达你的感情 好 那咱们来看一篇优秀的散文啊 它就是做到了精确和明念的典型例子 这篇优秀的散文叫做雪浪花 应该大部分的同学都读过 是不是 我们这里挑起了几个非常优秀的片段来告诉大家怎么才能做到这个语言精确和凝练 先看第一段 凉秋八月 天气分外清爽 这是不是语言很很朴实 他没说什么 这八月怎么怎么样 这清爽的怎么怎么样 直接去表达内容 我有时爱坐在海边礁石上 望着潮涨潮落 云起云飞 月亮圆的时候 正涨大潮 瞧那茫茫无边的大海上 滚滚滔滔 一浪高丝一浪 撞到礁石上 刷得卷起几丈高的雪浪花 猛力冲击着海边的礁石 那礁石满身都是深沟浅窝 坑坑坑坑的 倒像是块柔软的面团 不知叫谁捏弄成这种怪模怪样 你看 在雪浪花的这一段当中 他写这个海浪 也用了几个四字的词 比如说这个潮涨潮落 云起云飞 这里面滚滚滔滔 还有这个深沟浅窝 这些你看啊 坑坑坑坑 他都有四字的这个词语 但是你会发现这四字短语 他用的非常精荡 潮涨潮落 形容的是这个潮变化的态势 云起云飞 形容的是天空变化的态势 而不是他八个字都在形容潮 看出来了吧 这是空间上 他内容非常的丰满 一个词写底下 一个词写顶上 那么你再看 这个大海上 用一个四字的来形容 这个大海的整个场面 就是滔滔滚滚 滔滔滔滔 那么后面 再继续细致的描绘 就一浪高过一浪 你来到海边 先看到的是一片 对吧 滚滚滔滔 那么接着你再细一看 就发现一浪一浪一浪的 席卷而来 是不是 这是由宏观到微观 从整体到部分 这样的观察 那么后面 你看 对礁石 它的形 这个描写 深沟浅窝 有的礁石 非常深 那个洞 那么有的呢 可能就是表层被冲刷了 变成了一块窝 那么整体上来看 就是什么 坑坑坑坑的 就是说 它这些词语的运用 有宏观上的 有微观上的 有这个 海平面的 也有天空当中的 它是针对了 很多空间来进行描绘 然后每个空间 它尽量只用一个词 对吧 这样四字的 而不是用 好几个四字的词 堆在一起 去形容一个空间 所以同学们啊 你们在写散文的时候 有的时候感觉是 这字数不够 老师 我要是不反复的 写好几个词 字数就不够 那么老师教给你 一办法 什么呢 就是你要拓展 你的这个写作空间 写在这儿 你可以记下来 拓展写作空间 什么意思呢 一般让你写大海 你是不是就看这个 平面的大海啊 然后这个大海 怎么波涛 滚滚 怎么怎么样的 对吧 用了一堆词 来形容海浪 那么 你可以拓展一下空间 怎么样呢 横向的来看 大海上有什么 有礁石 对不对 那么海上还有什么呢 海上可能会出现 这个海鸥 低飞的时候 对不对 或者海鸥下来 那个钓鱼的时候 那就是海上 海上还可能有什么 有渔船 对不对 那渔船上有什么 有渔民呀 那好了 海面 我们还可以说 它静态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 它方滚波涛的时候 动态的时候 又是什么样的 对不对 你看 我们这么一丰富 一拓展 你的写作空间就多了 你不一定非得写海浪啊 你可以写礁石 你可以写海鸥 你可以写渔船 你可以写渔民 对不对 那么这么多的角度 就拓宽了你的写作空间 而且你还要把自己的眼光 再放得高远一些 就是你看海 要超脱于海 海面之上是什么 远处海天连接 那么你是不是可以把大海上面的天空 好好地写一写 天空 比如说海上日出的时候 虽然日头是在海上升起来的 但是天空一定是绚烂无比的 那种朝霞 那么日落的时候 虽然夕阳的余晖洒在海面上是波光淋淋的 但是天空中一定是这个落霞与顾雾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的那种感觉 那你看啊 这种写作空间一旦拓展 你就会发现我要写的方面太多了 我每个方面只需要非常精确 非常凝联的写一写 那么我写多个方面 组合在一起 变成了一幅海天图 一幅海天图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空间就变得立体了 丰富了 你的字数也变得多起来了 那么你的语言啊 优美的地方也有 这个简练的地方也有 是不是显得你这个散文的语言运用 又非常的妙了 那好 那今天这种方法 希望大家能够在以后的散文解释当中 积极的去使用一下 那咱们再看下一段啊 西天上正铺着一片金光灿烂的晚霞 你看它先从天写起啊 巴老太山的脸映得红彤彤的 你就看红彤彤这个词 它没有运用任何的修辞 只是一个ABB型的词语 红彤彤 一般我们说 哎 这天红彤彤的 这脸啊 红彤彤的 非常朴实的一个词 但是非常的精确 非常的凝联 对不对 直接形容人脸的状况 你就能感觉出来 当时那人的状态 它的面容哈 被这个晚霞 哎 硬得红彤彤的 很朴实 是不是 那如果你说 它的脸被这个晚霞映得微泛红光 微微泛着红光 你会觉得虽然很文周周的 但是呢 读起来就不舒服 不如这个红彤彤 来的那么热烈 是吧 又那么形象 就是说你用词的时候 不一定很文的词 能够表达你的感情 有时候非常普通的词 大众都使用的词 却恰好能抓住这个人物的特征 招住这个事件的特征 让所有人都产生共鸣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 老人收起摩刀石 放到独轮车上 跟我到了别 推起小车走了几步 又停下 弯腰从路边掐了枝野菊花 插到车上 才又推着车 慢慢走了 一直走进火红的霞光里去 描写老太山的这一系列动作 也是用着非常朴实的语言 对吧 走了几步又停了 弯腰 然后又插到车上 又推着走了 你会发现这几个连续动作 虽然没有用很多修辞 但是他把老人的每一个细微动作 都抓住了 这也是你的写作空间拓展了 我们眼里看来 就是一老头 推着车走了 可能捏了枝菊花 然后又插上怎么怎么样 但当你把他每一个动作 或者把一个连续动作 给分解了的时候 变成一个一个细微的动作的组合 那么这时候 你就能感觉到这个动作的魅力 后面 他走了 他在海边对几个姑娘讲的话 就回到我的心上 我觉得老泰山恰似一点浪花 跟无数浪花集到一起 形成这个时代的大浪潮 鸡养飞溅 早已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 正在勤勤恳恳塑造着人民的江山 你看最后 在赞扬老泰山的时候 也没有用什么老泰山这个人怎么样 然后没有用很多感叹词 但是他就是非常踏实 非常朴实的 用了一个比喻 就什么呢 跟开头呼应 老泰山就叫浪花 前面说这个海面 滚滚滔滔 一浪高过一浪 是不翻滚着无数的浪花 后面呢 就说我写到的这个主要人物 老泰山 老泰山这个人物 是写浪花里面的主要人物 对吧 那么这个人物像一朵浪花 就首尾变得呼应了起来 那么这个简单的比喻 让大家产生了一种整体的感觉 哎 这个人跟自然融合到了一起 对吧 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大自然 大海的力量 那么把老泰山比喻成这浪花 我们就知道了 他这个人的力量之所在 最后赞美了老大 那个老泰山 是吧 他在塑造着这个人民的江山 这一类勤勤恳恳的劳动人民 在塑造着我们的江山和我们的生活 这种精神是值得敬佩的 你看这篇散文当中 我们选的这两段 都是非常的朴实 非常的清炼 那么这种语言 仍然能带给我们丰富的想象空间 让我们在朴实当中感受美 大牌的设计理念就是用简约 而且是极简的风格 也是一种美丽 而没有特别多乱七八糟的修饰啊 加好多水钻啊 左加一个花 右加一个花啊 那么这种极简的风格 体现了文章的整体性 也让人觉得读起来 酣畅淋漓 好 对吧 这也是一种美 极简的美